健康好生活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這個講到健康 很多人都覺得追求健康 一定要有機的食材嗎 一定要高貴的食材嗎 一定要花大錢嗎 其實不是這樣的 本節目今天這一集 健康好生活就要PK 小小一個銅板 也可以讓你過又省錢 又健康的生活 那怎麼樣省錢又健康呢 待會我們的來賓就要來分享 好 今天陪我們分享的 首先第一個好朋友 是醫生好朋友 劉博文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來是藝人好朋友 江蕙文 哈囉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 養生料理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這樣是我們的省錢達人 省錢廟主 傅鑫英姐姐 大家好 好 蘇青 這個講省錢是很重要的 因為像這一顆銅板 買不了一杯大杯熱拿鐵了 真的 現在錢真的很薄 很多人都覺得 我要找健康的食材 健康的飲食 發現怎麼都要花很多錢 不要說一杯熱拿鐵了 現在你會發現 以前那種一張臉的雞排 一個銅板有找 現在很多都已經不夠了 所以你要知道 從2003年到現在 我們那個食物的指數 大概上漲了五成左右 可是薪水呢 漲不到一成 所以很多上班族都很痛苦 就是說那個餐費 占整個薪水的比例 越來越高 一個月平均 至少要花五千多塊的餐費 可是問題你的薪水 可能才平均三萬多塊 等於你有六分之一的錢 要拿來買食物 所以有一些上班族很離譜耶 之前醫院接到一些case 其中有個case才20多歲 但因為一個人來外面工作嘛 然後他就想說我要節檢 節檢最好的方法 他想就是吃一些罐頭啊 還有一些那種包裝食品 簡單的吃 結果吃下來後來公司健康檢查 才發現不到30歲 肝腎都有育腸 然後一檢查醫生就跟他說 你不能這樣吃下去 吃下去會有問題 所以很重要的是 怎麼樣可以吃便宜 可是還要吃到健康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否則現在上班族 可能會省出問題來 因為之前還有一個女生 就專靠便利商店你知道嗎 結果便利商店 她說她有一次最嚴重 她為什麼去看病 有的時候會有39元的套餐 49元的套餐 那真的是很便宜 然後又很多人覺得很方便 女生有一些人 又食量比較小的 又覺得39塊49塊的套餐 搞不好順便減肥算了 可是很多時候到底健不健康 要打一個問號 對 所以之前才有人說 她覺得這樣吃很便宜又很好 然後隨便就再順手買一盒小沙拉 結果吃了一個多禮拜想說 為什麼排便都不順 後來醫生才說 因為你整個就不對 你的膳食纖維也太少 所以這種吃法也有問題 吃罐頭也不對 吃這種便利商店的搭配也不對 所以要怎麼搭配 一定要看今天我們前面三個 有超級高手要搭配 真的 那我們第一個超級高手 聽說是蔣偉文同學 蔣偉文厲害了 蔣偉文你平常是 演藝圈的男廚神 沒想到你也是省錢廚神 是是 今天這不只省錢 而且替大家省時間 因為我今天的概念是用省錢 但是一道菜 我本來是要變成三道菜 但今天再把它剪壞了 一道菜做兩道菜就好了 他的意思是說要更省的話 可以變成三道 對 待會用講的跟大家說好不好 因為這道菜 這麼差買粉錢 有這麼難賺嗎 其實我這道菜最主要是 當初是要設計來省食的 就是尤其上班族晚上 他們最能掌控是晚餐 回家可以做個晚餐這樣 那我希望這晚餐做完以後 他早上還可以再吃一次 中午還可以帶便當到辦公室去這樣子 所以做一次可以吃三湯 是這個概念 但是我們今天簡單一點 做一次我們吃軟 兩湯先 那你來看看怎麼變三湯好不好 好 我們這熱鍋以後呢 待會跟大家介紹我的食材 首先先講主要食材就是這個絞肉 絞肉 最容易取得最方便 家裡很多時候還有很多剩的 我們先把這絞肉放在鍋子裡面去 這絞肉聽說半斤大概30塊左右 三四十塊左右 對 不多 所以今天是準備兩人份的嘛 這邊其實說實在是 大概是三到四人份的 好 我們今天為了示範 這個製作單位道具費有多一點點 對對對 因為其實你看這一坨大概有250克 其實比我當初預算還多了一點點 有半斤多一點點 對 我們稍微把它鋪平一點點 然後就把它放到鍋子另外一邊 我今天用這個大的鍋子 是因為我另外一邊呢 這個不是普通的打泡豬 這個是蘋果打泡豬 小朋友都喜歡吃蘋果 我現在做菜都會有一點 我小朋友的味道在裡面 對 那我們另外一半這邊呢 我們就把蘋果放進去 其實這是一大顆蘋果 當初我是想說 放一小份就夠了 因為我在家裡都是買那小蘋果 一顆十塊錢那種的 對 因為你要料理的蘋果 並不一定要爽脆大顆 對 不用 不用 很多時候入料理的 跟你吃水果的口感喔 就可以不用買到那麼高檔的水果 沒錯 你看這樣我們就剩三分之二左右 然後這邊呢 我們蘋果我們就把它放一點糖 好 在這中間 好 讓這個糖的焦化 蘋果也把它炒稍微有點軟 好 所以一咪咪的糖 對 這邊 把它散開來 用鍋子熱氣把它炒焦化 好 那在煎的同時呢 那我們就讓它煎不用去動它了 我們這邊再做兩道菜嘛 一道就是蘋果打拋豬 另外一道我們做一個 泰式酸辣涼拌粉絲喔 因為其實粉絲也是一個很低卡 而且很便宜的東西 我當初是用一塊粉 就是一份粉絲就好 這邊是兩份喔 因為這位單位肚子是不是有點餓一點點 這個要分工程人員一起吃 對 大家都要吃得到 粉絲呢我們就是用滾水燙一分鐘 把它燙熟以後把它拿出來以後 放到涼水 飲用水裡面 把它放涼 然後拿出來瀝乾就可以了 就備用就可以了 而且放涼要瀝乾維持它的口感嘛 沒錯 那你吃粉絲如果吃膩的話 你也可以用義大利麵 你也可以用義大利麵捲捲麵 通心粉都可以 這一道呢是打算帶到公司去的 我們就放在那邊做涼拌了 那蘋果打拋住的絞肉有蘋果呢 還有當然一定要有這個小番茄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九層塔 那蒜頭 那其他的東西呢 通常拿來做兩拌用的 譬如說這個胡蘿蔔 洋蔥 玉米 玉米這是選項 也是因為小朋友喜歡吃玉米 對對對 因為你那個蘋果跟玉米 都是小朋友喜歡的口味 那番茄入料理 很多小朋友也喜歡 沒錯 因為番茄會增加它另外一種 這個酸酸的味道 這樣才會有層次感 好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糖慢慢融化 就讓它們真的融化 那這道菜如果在家裡 我剛剛加那麼一點油 是要加速它的油 引油來引油 其實也是一首歌 引油引油 但是如果在家你有時間的話 放啊 你為什麼學我兒子講話 真的嗎 麻煩你唱嘛 那如果說你在家有時間的話 就根本不用加一滴油 慢慢慢慢讓它煎香就可以了 也比較健康啦 因為炭油膩也不好 對 對 那煎的同時呢 我們先把這個涼拌的這個醬汁 我們先把它調起來 好 我們要準備一個醬汁 來涼拌這個醬汁 涼拌醬汁很簡單 我們在這邊用 檸檬汁 大概兩大匙 剩下的我們就把它放到這邊去用 所以我們一方面檸檬汁做涼拌 一方面入料理 那加一點點的鹽巴 品味一點點 鹽是百味之手 然後呢 如果做比較成人版 因為我們上班族 我們就把它加一點這個 加一點這個叫田雞醬 太時田雞醬 那看你 大概一大匙多一點點 這樣子 經濟不景氣 不要笑聲 那這個田雞醬 如果你家裡沒有的話 去跟隔壁借 不用 你可以去跟麥當勞吃剩的那個 他都會送你一盒一盒的 你說會沾雞塊的那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 很多同事拿來也不吃 你就把它收集起來 來這邊做就可以了 免費的田雞醬就可以了 現在養兩個小孩有壓力那麼大 都會東享 就挖挖這邊補一補 好 這邊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這肉把它翻過來 這絞肉真的有絞肉香 這個糖也差不多要人化了 我們就把這絞肉翻過來 它其實有點要肉排的概念 就是最主要是我要讓它煎出有點焦香性 對… 至少要一面要有 打拋就是要有那種焦香焦香這樣 所以要有鍋香焦香 好 這邊翻過來以後 你會開始可以吐平它了 讓它變成一粒一粒的這樣子 所以第一面先焦香 對 可是第二面翻面 還半熟成的時候 可以把它打拋 就可以把它剝散了 所以這個概念叫做打拋嗎 其實要這樣講 你比較容易記的話 打拋其實是泰式的一種 就像我們九層塔的葉子 叫嘎拋 打拋耶 它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那大家常常常常 所以打拋不是要打肉 不是 打拋是一種葉子 他以前一直要打了拋起來 打了拋起來這樣子 怎麼辦 我們太台客了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嘎拋這個葉子 比較難買 我們就通常是用九層塔來取蛋 因為它都有一個強烈的味道 是 好 我們就把它稍微這樣攪拌一下 這時候第一件事我要做 就是先把這個蒜頭的味道也把它炒進去 蒜末 蒜末在這個時候加 對 蘋果的焦香現在也融合出這個絞肉的香味 因為我們要做兩道菜 所以蒜都下去好了 同時這裡做兩道 對 然後這邊我們就是把這個小番茄放進去 因為我希望它可以 通常我們做這個打拋豬肉 通常做的是最後才放番茄 因為番茄可以生吃 可是這時候我希望它把它炒爛一點點 讓它那個酸酸的汁跑出來 而且番茄遇到油 它的營養素也比較容易出來 是 對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調味了 我們就用 魚露 好 來 一點點的魚露 我們提一下味 我們大概一大匙魚露 好 讓它鹹度出來 不過魚露有鹹度 放了魚露的食材的話 其實鹽巴下手就不要太重 我們就不放鹽巴了 因為我們這裡面還有那個 甜跟鹹帶一點味道 最主要是酸的酸汐要出來 好 油它有嗆出魚露的香味 要拋了 有打拋香了 要打拋了 對對對 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 九層塔下去 好 而且九層塔如果是陽台上自己種的 火石非酸成零 對啊 那也很會生嘛 對不對 那這邊我自己的小配合 是加一點點蠔油 它鮮度 它的顏色會比較漂亮 好 一點點 它這樣也會有這個上一下膠色 對 很香 好香 因為我們要做另外一道菜 這時候呢 通常做打拋的時候這樣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會把它加一點飲用水進去 這個時候才加水 讓它的這個所有湯汁 肉汁 還有這個番茄的酸度 都因為這個水把它引出來 你那個九層塔好香喔 九層塔真的很妙 一下去畫龍點睛 整個香氣都到位了 好 這時候有時間的話 你就讓它慢慢收一下汁 這時候這個湯汁出來的時候最重要 因為肉的甜度 還有這個番茄的酸 蘋果的酸香和甜都會出來 所以你看我剛剛放那個魚露 你會覺得好像太鹹 其實不會 因為你水下去就OK了 好 最後最後 我們讓它收一下汁 最後收汁 可是你不是要做兩道菜嗎 這邊這邊 我們把那個檸檬汁放進去 剛剛我這邊也有檸檬 我這邊全部都下去 剩下檸檬汁下去 剩下檸檬汁下去 一顆的量 一顆的量 好 那我們這打拋作就完成了 對 那完成哪裡這兩道菜 騙我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就做第二道菜了 這是先做第一道 我們先把這一道菜盛盤好了好不好 好 來我們準備一個盤子 先來盛盤一下這一個打拋豬肉 不過這個真的很下飯 而且這個如果當作 譬如說便當啊 對不對 下一點啊 那這個也很容易這個很有滋味 對 好 那假設說我們今天吃晚餐 我們吃剩下 打拋豬肉剩下就這邊好了 好 剩一點 對 剩下這邊好 我們就把這一道 把它放在這個 我們的粉絲這邊來 哦 所以我也可以同時上兩道 就是一道當作菜 一道來拌粉絲 沒錯 沒錯 然後我們這邊要拌嘛 所以我們拿一個大一點這個碗 好 我們拿一個大的碗 我們打拋豬肉 當作拌粉絲的這個壽司跟肉 這樣子粉絲也比較有滋味 因為粉絲本身是沒有滋味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放洋蔥絲 哦 這邊也是一大顆 對 好 這邊四分之一顆而已 四分之一顆 用不到這麼多 切絲 對 然後 胡蘿蔔切絲 這邊是一整顆 OK 但實際上用不了那麼多 大概六分之一根吧 對 我們今天是為了錄影拍畫面完整 對 因為我們製作人說 不要顯得太小氣 免得這樣一小撮 鏡頭看不清楚 下了一湯匙的玉米什麼的 好 一點香菜 所以這樣攪拌就可以了 這樣攪拌 然後剛剛我們的湯汁要下去啊 哦 我們剛剛的醬汁 所以這個是非常典型的泰式風味 對 然後給它 因為這完全沒有什麼油脂 對 就剛剛我們的湯汁在這邊嘛 我們這邊下一點點橄欖油 橄欖油 哦 如果你喜歡不同的油脂的那個好的油脂 你可以用酪梨油啊 用其他油脂都可以 堅果油啊 各式各樣的油 因為說涼拌用的油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泰式 你用椰子油更棒 對 東南的味道就會一直出來 而且冷壓的椰子油 也是這個在冷壓油當中 也算比較平價的 如果我要假裝韓式的 我就加芝麻油 可以 對 麻油就那種韓式拌冬粉的味道 現在一個打拋豬肉便當 少說80 貴一點120都有 它同時讓你 一 滿足熱量 第二 營養精口 三 只要一顆紅瓣都吃得到 這個大餅非常好 豆漿也是後來這些蔬果辣 後來擠的話 一樣也是加分 六分一就好了 我那道菜吃兩天 你這個給我 燙蛋上也燙三個 那我剛剛不是講過 其實這道菜是可以做三次 我剛剛這個料加比較多 如果說我們這個 打拋豬肉對不對 我們剩下還有一小份的話 我們可以買那個墨西哥的薄餅 早餐的時候 一個薄餅把它煎香了 把它打拋之後放中間 撒點起司 再夾另外一面 切成一樣派一樣 就是一個早餐 對 而且早上就會很容易 你可能墨西哥的薄餅把它加熱 然後你這種肉 如果是前一天晚上的 然後你稍微也是加熱一下 就可以立刻做早餐了 好 那我們這第二道粉絲也OK了 粉絲也OK了 哇 那我們就來上菜試吃 好 哇 我們韋文的打拋肉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是小朋友會喜歡的口味 酸酸 甜甜 鹹鹹 小微辣也不會太辣 然後有點甜辣的感覺 而且像一般我覺得 姜韋文這樣做可能有考慮到 他們家小孩 因為一般有時候我們在吃外面的打拋豬 都是比較鹹 然後比較油 可是它這個呢就是有點甜 因為那個蘋果的甜跟糖的甜 它整個口味反而是比較適口 就是我覺得小朋友也會喜歡吃 然後那個肉煎過之後有香味出來 我覺得其實整體而已 這樣看起來炒得很快 可是其實整個味道都有進去 非常好吃 而且要拌這一個 我們的粉絲也非常好吃 就是說要有飽足感 吃這個粉絲很好吃 我覺得他這個粉絲最厲害的是 他如果當涼拌也會好吃 所以難怪你說這個也可以帶便當 對 它就是很方便 而且就像我說的 你這個粉絲吃夠了 你就可以放義大利麵 捲捲麵 都可以 那最主要這個粉絲裡面 還放了很多不同的蔬菜 對 紅蘿蔔 增加一些這個膳食纖維 還有它的營養素 但是我們這一集是講省錢料理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評論一下 我們花了多少錢 好 姜韋文到底花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水當當的 蘋果打拋豬能花多少錢 豬腳肉30元 然後我們是 剛剛是三四人份 我們是不是一人份的話這樣算 豬腳肉30元 小番茄8元 蘋果15元 檸檬4元 蒜頭1元 九層糖 免費 陽台重 是的 我是到秋香老師家去拔的 所以這樣加起來平均呢 這個大概29元 哦 真便宜 對 總價是58元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道呢 泰式的酸辣涼拌冬粉 對 而且你要知道我剛剛就 因為我們的打拋豬肉 是剩下的打拋豬肉的免費 所以用到冬粉要算錢 洋蔥要算錢 還有洋蔥兩塊 香菜4元 紅蘿蔔6元 玉米粒10元 麻辣花生 最後我加一點花生進去 你不見面要用麻辣的 那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承認 要不然的話我們就用一些蒜味花生就可以了 增加口感 然後再來檸檬4塊 那麼總價40元 平均大概20元一個人 哇 你看這邊平均29元 這邊平均20元 加起來49元 還不到50元嗎 哇 而且你要記得剛剛我沒有完全用完我的材料 幾乎都剩下一半以上 等於說你可以再做一次 真的 所以一人份真的一個銅板牛仔 而且更厲害的是 這麼便宜 可是健康沒有打折 沒錯 省錢可是營養沒有省到 我們看這裡面這個泰式常用像豬肉 豬肉來講我們知道蛋白質 其實它裡面鐵還有磷 這東西都特別高 那可以降低我們這所謂貧血的問題 不過偉文今天你看 仔細看蔬菜特別多 尤其我們洋蔥來講最常滷這個菜裡面 我們常講說怕吃這個豬肉 膽固醇膏 那洋蔥裡面的纖維非常多 而且有狐皮素 還有一些類黃酮 還有含溜化合物 是它可以降低我們這個 所謂豬肉裡面那個膽固醇 升高的疑慮 而且它有抗癌 它裡面還有這個微量元素的C 這東西 那包括你把那個小番茄進去 番茄我們知道 它尾文用的油是很好的橄欖油 那剛才也提到像酪梨油 或是苦茶葉油的時候 如果它味道可以接受OK 所以它這個像番茄進去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這個番茄紙皮爆的時候 它裡面前紅素全部跑得出來 所以說前紅素本身又可以預防 我們這個所謂的豬肉裡面的 膽固醇的氧化都非常好 那後來你用這個九層塔 九層塔裡面維生素A 還有它這個肝臟 以及呼吸道皮膚黏膜的保護都非常好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有些人說 劉醫師我們吃這個紅肉會不會有 就像又怕什麼治癌又什麼 我說你如果一個禮拜 吃個一到兩次的頻率 然後像尾文這樣操作來講的話 又省錢 營養素並沒有缺乏 我覺得非常加分 而且素卿 江偉文今天這個厲害 不是只有健康又省錢 很多女孩子減肥的好朋友 就是冬粉跟蘋果 所以很多女孩子跟上班族 吃這一道料理是 健康又省錢又減肥 對 我就說這個非常厲害 是如果你平常去買一個 打拋豬肉便當 它通常跟一個很油的打拋豬 配一碗大碗的白飯 然後旁邊就是三個很油的菜 可能是高麗菜 或者一個什麼東西 這樣加起來 通常第一個熱量負擔大 不只金錢 因為現在一個打拋豬肉便當 少說80 貴一點120都有 那問題是 這個可能貴又油又熱量高 可是換成這個樣子你看 第一個它的主食換成冬粉 對 以一把小把的冬粉來講 至少它的熱量只有四分之一碗飯 就算大把一點 它就是半碗飯的熱量 所以主食的熱量減半 但是飽食感不減 第二個就是說它的配菜類 不是炒的菜 而是把它包蘋果啊 番茄啊 洋蔥啊 紅蘿蔔 你知道 這幾個東西的特色是 紅蘿蔔纖維膏 然後蘋果它本身有水溶性纖維 然後你看再加上那些 剛才的番茄類 又很看氧化 幫你防晒 所以它又考慮到你的蔬果的需求 然後蛋白質就剛好一點點 因為現代人普遍 蛋白質 動物性蛋白質 攝取過高 所以它讓你滿足有豬肉 可是你看它豬肉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其實分量相對是少的 你會吃過多 所以它同時讓你 一 滿足熱量 第二 營養均衡 三 只要一顆銅板就做到 還會讓你漂亮又不便秘 真的是厲害 那我們蔣偉文 剛剛是一個銅板 省錢又健康 那我們閒音姐姐聽說更厲害 這麼大一個大餅 比我的臉還大 聽說 而且超級重對不對 一個銅板絕對有找 絕對有找 所以我們要PK蔣偉文 而且他嗆聲說 一個銅板實際上是要來兩個大餅 你只有現在這種餅 你只有上面粉錢吧 對啊 就是面粉錢就夠了 真的喔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今天要介紹大家 這是省錢的早餐 因為我很注重早餐 因為我可以晚餐不吃 我的早餐一定要吃得非常飽 所以 所以這麼大的大餅 觀眾朋友 我真的沒有亂吹 你看看 這個厚度 5公分厚 這還比外頭的大餅厚很多 這次我要兩手才能這樣子厚住 當初就是掛在他老婆 這脖子上面要吃一年的 看來我老公 對不對 一年的 說得好 所以這個不是一天的早餐 這個是一個禮拜吃一個大餅 一個人的話就不止一個禮拜 絕對吃不完 好 那沒想到大餅你都自己做 因為我很少出去買早餐 因為我早上起來 我晚餐比較不吃 那我早上六點半起來 我已經餓得半熟 我不曉得去哪邊買早餐 所以我所有的早餐 我都幾乎都在家裡面吃筋做來吃 好 姐姐姐 然後我們的大餅要準備什麼樣的麵粉 我先講這個麵粉是中筋的 假如說你沒有的話 低筋 我不建議就高筋也可以 可是因為中筋外面很容易買 對 所以我就說建議你說 你乾脆就買一斤的麵粉 這個是一斤麵粉的量 一斤的中筋的麵粉 好 今天示範的是一斤的量 一斤可以做幾個大餅 就一個 這是一斤麵粉 我們其實很便宜嘛 對不對 一斤的中筋的麵粉 這個是兩大匙的糖 好 兩大匙的糖 對 兩大匙的糖 我們麵粉也不用再過篩了嗎 不用 不用 那這個是大概兩小匙的鹽 那鹽其實我覺得有放比較 不要太鹹 一點點 但是不要太鹹 那這個是大概是一個中匙的 那個酵母粉 就是一般的酵母粉 我們做這種 對 麵包的 不是做蛋糕的 是一般的酵母粉 大概一茶匙 好 一茶匙 那就這樣先把它拌一拌 好 那所以這個最大的成本 就是這一斤中筋的麵粉 對 然後假如說像天氣冷的話 我會大概是溫度 這個差不多手摸下去 就不會很燙的那種水 所以溫的水 夏天的話涼的水 好 所以我通常那個水的話 大概是500cc 好 中間稍微挖個洞 挖一個洞 然後倒水 沒關係 一次全部倒下去 好 也不用分階段這樣 不用 不用 因為這是簡易版的 所以今天這個是懶人笨蛋版 對 就是從外面 在冷再笨都學得會的配方 對 就是從外面 就這樣子把它 哦 這樣子拌進來 這樣把它拌這個麵團 對 拌進來 對 那姐姐 因為你放了酵母粉 那擺明了就是要讓它發酵的嗎 對 一定要讓它發酵 它才會有那麼膨 對啊 那這種發酵 通常要發酵多久的時間 通常像今天大概十幾度的話 我要是這樣放 大概花到一個半鐘頭左右 那如果天氣比較熱呢 大概是大概四十分鐘不到 所以我還要看今天的氣溫 所以你放的水 其實也有溫度姿差 對 可是呢 氣候比方說夏天 你搞不好發四十分鐘 對 可是冬天 你可能就發超過一個小時 對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欸 這麼快 假如說你家有男人的話 像講話有人這麼好的人 就請就幫你 對 因為這有點 這合理 就用嘴巴做 我們嘴巴 我們嘴巴加它放進來 那晴妮姐姐今天錄影 所以用手做給她看 她就是提醒大家 在家裡要出嘴的時候 就出嘴巴 她也可以出嘴巴做 對 因為這個工作其實不難做 就這樣拌一拌 我看一下 我也可以學學看 就是這樣子拌一下勻秤就好 那勻秤之後開始發 是要讓它長成什麼樣子 所有東西把它刮乾淨 然後就蓋上一條濕布 濕布 濕布蓋的 你就放到你的箱子裡面 假如說是熱天的話 就濕布蓋 一定要蓋個濕布 或蓋個蓋子 就像這樣子 好 那今天因為錄影的關係 這個是賢妮姐姐事先發了 一個多小時的麵團 對 這個已經有點發太多了 可以再削一點 可是就可以 大家都看得出來 比較一下 好 你看 你看從這樣發成這樣 大概差一個多小時 而且會變得很光滑 大概一個多小時會像這樣 然後我們就準備一個平底鍋 就把它倒到平底鍋裡面 好 整個麵團要下去平底鍋 就對了 對 我們因為 這一個是最簡單的大平板 所以只要有平底鍋都可以烘 對 像平底鍋 我們放下去以後 我通常都是直接先把這個麵團 整個先放到平底鍋 對 然後就等它發 我們發到像剛剛 我比較沒有像這樣 兩個這樣子鍋 在平底鍋裡面直接發 直接發 就直接 其實從這個就直接跳平底鍋 可是平底鍋這樣子會不會沾鍋啊 只要不沾鍋的就好 要是說你是不鏽鋼的話 稍微抹一下油 對 所以如果是不沾鍋的話 就直接發 如果是不鏽鋼鍋 就要抹一下油 然後我放下去以後 我就馬上就撒我的芝麻 黑白芝麻這樣撒上去 好 那我們因為錄影的關係 對 姐姐就先來烘它烘它 那再請問一下 烘 今天這一塊已經先烘10分鐘左右 對 15分鐘左右 反正 可是呢 你是用低溫小火烘 對 小火 來 我要先講 我們不要很在意說 它要烘多久 你看得出來 它這個麵團是熟的麵團 這個是生的麵團 反正就是烘熟就對了 烘熟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你看它焦了有沒有 你看它這個焦焦的 欸 好漂亮喔 對 很漂亮 就直接就這樣把它翻面 喔 再小火再烘個3分鐘 讓它表面是這樣金黃的 這樣一個大餅就做好了 喔 所以家裡頭有不沾鍋 就可以做好這樣的大餅了 對 所以我常講說 你可以就這樣拌一拌嘛 對 甚至旁邊有一個人幫你拌 兩個女生一起拌 然後你就可以一邊滑手機嘛 反正就等它烘好嘛 好 那姐姐 我再請教一下 欸 這大餅真的很紮實 我意願觀眾朋友 對 真的很重的啦 我要先講 然後 而且再來 你是有再加一點口味 就是說 你加堅果貨汁嘛 講說今天我剛剛是拌原味 我剛剛不是拌好了以後 對不對 還沒有完全那麼濕的 還沒有完全透的時候 我可以加什麼 我可以加我的起司 那我們可以把地瓜蒸熟 切塊放進去 反正所有的料放進去 甚至於是麵粉你也可以用到 我們雜糧的那個蘑菇的那種什麼麵粉 反正一定要先拌好一點點以後 你不能開始先放進去 所有的 比方說核桃 反正所有你喜歡的 通通放進去 那就不計成本的放 都可以 真的 那我們賢妮姐姐最厲害的是 早餐只有吃麵之類 覺得不夠營養 對 所以 那你通常會配一下 配我的涼拌菜 還有我的豆漿 還有我的果醬 因為果醬就像蘋果什麼 就像你講說有收買到 你會固定做 對 我會固定做 那這個都是食菜 就是現在有便宜什麼 我就會買來 然後今天帶來的是 那個彩椒配小黃瓜 還有蘋果 還有什麼 百香果 所以你的大餅就會配食蔬 或者醃蔬菜 對 那今天這個 還有果醬 還有豆漿 改天我們會分享給觀眾朋友 不過今天這個就是你現成 很簡單的醃法 我們給鏡頭拍一下 其實你挑了蔬菜當中 小黃瓜 甜椒 彩椒 對 好像還有一點點蘋果 對 還有蘋果 可是你的汁液是黃色的 這個是用百香果汁醃的 因為那個百香果盛產的時候 很便宜 你乾脆就把所有百香果 通通放到冰箱裡面冷凍 那這樣隨時你要吃什麼 就把它拿出來醃菜 對 那如果太酸 買到太酸的 就加一點點蜂蜜或糖 蜂蜜 對 那如果酸度可接受 就直接醃 就直接醃 然後這樣子就有新鮮的 百香果醃菜可以吃 而且很漂亮又很好吃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哇 無限一點點的大餅 超好吃的 而且像歐式麵包 對 真的 就是你幹嘛買什麼麵包 你這做出來就已經很夠 很嚇人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嚼嚼 老實說越單純的 把它嚼起來越有甜甜的香味 對 而且每次我們在那邊做料理 都是在家裡用 我覺得這個送禮自用兩箱 真的 這麼大一個比它口感這麼好 你帶到別人家去打麻將的時候 多好 真的 沒有 而且你送禮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一點比較洋風的 我給他加一點什麼五花果乾 或者我就覺得拿出去很氣派 真的 可是姐姐很妙 不是烤箱烤的 怎麼這麼像歐式麵包 我今天這個設計 是因為很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家沒有烤箱 說沒辦法省到錢 我就說 其實你家只要有個平底鍋 然後用小小的火 而且你看看看到我們的手法 就這麼簡單一下子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就原味 假如說你真的想要這樣 送人 好朋友你送給我的話 開心果 好高級的起司 什麼都可以放上去 我覺得那樣的效果很好 尤其像剛剛江蕙文講說 他可以隔天吃那個打泡豬 對不對 那個 我們還可以放到我們那個上面 對不對 那個 頂上面的 對 頂上面 我們兩個合作無間 對不對 對 我那道菜吃兩天 你這可以抗戰 抗三年 同一個食材要兩吃 三吃 三吃 我們常常就是說為了省錢 吃東西不均衡和爆肝 其實把蘿蔔吐進去是非常好的 它雖然是錢省 可是一樣沒有省 對 而且邱翔有說 老師你這兩道菜都可以夾剛剛大餅 真的 我那道菜吃兩天 你這可以抗戰 抗三年 而且我覺得你因為那個 他去山上逃難了 那些橄欖有那個什麼沾 就自己說 這是高級佛卡夏 真的 他最主要的口感是Q彈的 你知道嗎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早上 我們不把它切成三角形 把它切成像吐司這樣一片一片的時候 就直接烤它 好吃 然後表面是膠的 裡面可是還是軟Q的 很棒 你們覺得 就整天從這個開始很便宜 所以我們PK一下 蔣偉文 真的 看一下喔 PK一下到底多少錢 對 看多少錢 大餅到底要多少錢 好 其實我那個大餅 我們剛剛是一斤 我買比較平 因為我比較大量買三公斤的 一斤才21塊 所以我們那個大餅 一個 不是一個人喔 21塊 所以我們稍微大放一點 放一點芝麻什麼 大概一個人平均 我們是寫三塊 一片大餅大概三塊 大概兩塊啦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子 大概兩塊 可是我就想說 算三塊 那一個太多就寫三塊 那那個起司的話 因為起司比較貴 我加了50塊錢的起司 在我們那個大餅裡面 所以大概起司是一片的話 一個人的話是七塊 那那個那個豆漿 豆漿是自己打的 然後大家都知道豆渣 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豆渣餅 對不對 所以是兩塊錢 那果醬就是自己整理 對 自己做的話 沒事就做一個果醬 然後涼拌菜 這次比較貴 因為時速的菜 今年菜比較貴 比較貴是五塊 比較便宜就兩塊 對 有時候才一塊 有時候是萬一是自己種的話 又更不用錢 對不對 是這樣子加起來 我是說連起司餅加起來 一個人是十九塊 你看嗎 厲害 那你這種涼拌菜的辦法 也是季節性的 有什麼辦什麼 或者什麼比較便宜就辦什麼 對 而且劉醫師 我們姐姐搭配了今天這一套 你看十九塊錢的早餐 對 這個不是只有好吃 不是只有便利 而且健康營養素也非常的滿分 沒錯 其實我們很多減重的女生 看到這個澱粉類會怕 那常常要減重的朋友 我剛才講說 你要減重已經是有一個順序 我常跟朋友講說 你就 湯菜肉飯的順序 或者是水菜肉飯的順序 湯菜肉飯 水菜肉飯 就是有水的在前面 對 先吃 但是勾芡湯不算 這樣的話我也可以佔了一些容量 然後菜大概三到四個拳頭的菜下去 然後再一份的肉 但是我從來沒有講說 湯菜肉或是水菜肉沒有飯 一定要有飯 為什麼 因為澱粉類還是蠻重要的 有人倡導說無糖飲食 無澱粉飲食 那完全錯誤 如果我們通通不吃澱粉的話 會有問題 我們沒有保濕感 你很容易就減重失敗 第二個來講 我們身體會利用一種叫 油脂過來叫銅酸 銅酸用過多的話 其實會有餘症 我們女生來講 有子宮肌瘤的話 我們很多女生又喜歡減肥 有子宮肌瘤 銅酸中毒來講的話 對肌瘤的刺激 所以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還是要吃點澱粉 那我們剛剛講說 看到這個鹹英的 它這個大餅非常好 那以為只有澱粉沒有 你看它有起司 它會用豆漿 豆漿來講 我們叫冬光牛奶 因為豆漿裡面大豆蛋白 所以蛋白質是有的 那大豆義黃筒 大豆卵鈴脂 又把這個百姜果泡了這些 很好的一個蔬果 弄在裡面 其實整個是加分的 我本來講說以為只有大餅的話 是不夠的 可是你把那個豆漿 以及後來這些蔬果泡來起的話 營養也是加分的 真的 好 那接著下來 秋香姐姐也要分享一個 省錢又健康的料理 一樣是同一個食材要兩吃 三吃 三吃 而且你看像我去菜市場 像這個要不要錢 這芹菜葉子 絕對不要錢 因為現代人真的很懶 那我常常去賣菜 這個大家都丟掉了是不是 對 他們會說 老闆你都把它拚拚拿來 包括你的蘿蔔 要幫它削皮 那包括蘆筍也要幫它削好 那你這些東西它摘下來 因為它在賣菜 它不可能幫你小葉小葉 它一定是大葉 所以還有這個蔥的尾巴 這個是蔥尾巴 蒜 這一個是蒜 因為我今天需要蒜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老闆娘你那賣你 阿起來就不要丟 就給我 阿起來就給你了 那你如果說一般在家裡 像小胖它會熬那個高湯 這個都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當一斤蒜 或者是一斤蔥 到兩三百塊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都是很好用的 好 那這個是不要錢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食材 其實是季節性的蘿蔔 是 那蘿蔔呢 因為它蘿蔔就是 我們一條蘿蔔 它上面會有一些綠色的葉子的部分 那那個綠色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你去買的時候 它一定先幫你切掉 那皮也會幫你削掉 對不對 那我的葉子的部分 梗就在這裡 這是蘿蔔梗 對 所以蘿蔔梗 你會留下來自己把它切細細 因為它的纖維很粗 所以你一定要切細 那再來呢 這個是 因為我今天買的蘿蔔比較小 才25塊 我為什麼分兩個部位 一個切成塊 一個切成絲 這是豬湯嘛 所以這個皮洗乾淨 你把它刨下來 然後把它切絲 所以這是蘿蔔皮 這是蘿蔔肉 肉要煮湯 皮要做菜 對 做菜 那我今天我做菜 我就把它拿來就是 炒這個假的櫻花蝦 假的櫻花蝦 假的櫻花蝦 怎麼叫假的櫻花蝦 這是蝦米 這個其實櫻花蝦 跟它長得很像 但是呢 其實它不叫櫻花蝦 它就是另外一個名稱 但是市面上大部分都會 把它講說是櫻花蝦 但是它的價錢是櫻花蝦 比如說它一輛才25塊 比較便宜 櫻花蝦一輛是120左右 120左右 山寨版的 是 是 對 講得真好 可是它是蝦殼 所以甲殼樹都吃得到 但是我跟你說 我到了很貴的吃套餐 一個套餐1500塊的櫻花蝦 它也是給我這一種 1500塊 東港櫻花蝦很多都外銷日本 是 那我就把它這個帶來 那我就用這個來炒 好 那我首先 因為我們最難煮的是什麼呢 蘿蔔湯 最難煮的一定是 對 是蘿蔔湯 所以我們先滾一個湯 是 是 那這個湯呢 因為我今天就是家裡有什麼樣的高湯 就把它拿來煮 我們就放什麼 那都是剩下的雞腳雞骨架 可以來熬 蔬菜也可以來熬高湯 那要省錢的話 蘿蔔可以切小片一點 這樣瓦斯順便再省一點 對 是是是 我再把它切包片 因為蘿蔔比較難熟成 對不對 所以今天秋香姐姐 今天不是十人份 是 今天比較小片的蘿蔔湯 大概也是四人份有了 四人份有 好 那我那個就給它煮 那等一下煮好了 我就把它放蛤蜊 這樣子夠意思了吧 對 蛤蜊蘿蔔湯 而且吃那個蛤蜊是大顆的 不是小顆的 我很難想像今天省錢要料理 居然可以看得到蛤蜊 是 那是山寨版的蛤蜊 那是好的蛤蜊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就給它來炒蘿蔔 我們要來炒蘿蔔 是 我們先炒蘿蔔 對 那在炒蘿蔔皮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把那個 假櫻花蝦 山寨版的爆香 我們還是要把它爆香 它還是要提鮮 是 是 是 那爆香的時候 就給它一點點 先放紅蔥頭 紅蔥頭一點點 然後辣椒一點點 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如果說油少的話 它就不酥脆 不酥脆的時候 你吃起來就會覺得燥脆 所以這個地方油就稍微 一定要稍微的多一點點 讓它有酥脆的感覺 好 我們先把它炒香 對 一定要炒香 這個櫻花蝦一炒 果然那個甲殼素 它們一加熱立刻變鮮紅 那甲殼素也是抗氧化 這個非常好的營養素 對 甲殼素它裡面有一個擠丁池 其實我們在它到肚子裡面去 它會吸附我們肚子裡面 腸道裡面的油脂 可以降低膽固的吸收 他們國外研究說 如果說你大概每一天的三餐 有一餐用你的甲殼素進去的話 一個月之後你膽固醇 大概壞的膽固醇會下降到5-6% 總膽固醇下降到7-8% 那就是它可以吸附的油脂 那本身來講它裡面也有一些部分的鈣 鈣會溶解之後 那有的時候我們知道會用點什麼檸檬汁 檸檬汁跟那個檸檬酸又跟鈣結合 又變成檸檬酸鈣會吸收 所以有的時候這裡面的幾釘子 它裡面含了一些鈣 也可以讓我們這個裡面的鈣質加分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適當四點甲殼素 對身體是不錯的 好 我們姐姐稍微炒香一下 最後下一點點嗆一點點米酒 那先把這個蝦皮 蝦米拿出來 那我們接著下來這個鍋子要炒 剛剛切的蘿蔔皮 而且因為它把蘿蔔皮切絲了 我剛剛乍看以為是蘿蔔絲 對啊 是 就是蘿蔔皮 好 那我這邊就是這個有蒜 好 你去跟人家要來的時候 可是我還是有蒜一點錢在裡面 那這個蒜的頭就是一根裡面 大概拿十分之一起來就好 它的最前面的部分 好 蒜白那一塊 是 那後面有比較蒜的綠那一塊 是 好 那我這個蘿蔔皮呢 你要先用一點點鹽巴去醃它 讓它軟化 好 我們放一點點的鹽巴 是 那其實我醃的時候已經有了 所以我在這邊量就不多 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一點點糖 就是幾粒的糖 好 我們再炒這個蘿蔔皮 然後這個 最後香 這個 蒜的綠 綠下來 是 好 那我給它一點點的那個水 一點點就好 不然太乾了 剛剛也可以直接蘿蔔湯 然後一點點的湯水下來 可以 因為味道都一樣的 好 這樣立刻好香耶 對 就很香 那把它炒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再給它 剛剛的這一個蝦子 對 便宜的蝦 好了 這一道起來了 是不是瓦斯也有 你會不會給我一個盤子 好 來 是不是瓦斯也很省 是啊 你看 那姐姐你 剛剛明明嗆聲說要一菜三吃 就是一條蘿蔔三道菜 對啊 茄子 所以一道湯菜 然後一道蘿蔔皮 還要再炒一道 還有一道炒豆干 好 來 那這邊就把這個紅蔥 好 一樣是剛剛剩的紅蔥 是 這些蒜 蒜末 是 然後豆干 豆干我們把它切成丁 是 這邊豆干是有三塊 三塊小豆干 小方干 然後把它切丁 對 因為三塊十塊 三塊十塊 是 所以我就 你就買了三塊 對 今天這一個 火食費這一塊是 這個三個豆干十塊 是 不過這豆干一炒也香了 對 香氣就出來對不對 好 我想要給它一點點胡椒 好 其實沒有也沒關係 有的話就加胡椒 沒關係 不用加胡椒 我們有辣椒 就加辣椒 對 加辣椒就好 你真的很媽媽 媽媽有的時候就是會找不到 某個調味料就算了 忘記 是啊 是啊 在家裡頭真的只能隨機應變 對不對 是 這個豆干一定要把它香味炒出來 對 好 如果說你豆干 跟這個一起加進去炒 那你的這一道菜就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分階段炒 是 而且要炒到豆干的香味 豆香出來 是 那我可以要一塊錢的醬油嗎 可以 可以 給你兩滴 我只要 或者是你的朋友 如果有去鍋貼店外帶 他會給你一條醬油 因為這個醬油是要嗆鍋的 其實我們就剩錢 醬油不要騙 醬油又不是當白開水 不是 因為這一道菜 你醬油放很多 其實那個綠色就不見了 可是你的豆干有了醬油 它的一個顏色就出來了 是 但是我的糖會在這個地方加 糖必要 所以先下兩三滴醬油 再下糖 對 是的 糖也不用多 也是幾滴就好 是 現在好香 有沒有聞到 對 好香 好香 五香豆干的香 是 好 好 現在下的這個是 這是那個蘿蔔上面的粒的 蘿蔔梗 是 梗子 但是呢 這是蘿蔔上面 大蘿蔔上面會有點綠 可是它口感是硬 所以把它切小塊 那我們剛剛那個醬油一定不夠鹹 所以這個時候還要再給它一點點的鹽巴 好 這樣也好了 這樣就是另外一道小菜了 對 是啊 那你看我炒得都很快 對 那姐姐 我們來照顧一下你的蘿蔔湯 好 我這個好了 我就把蛤蜊丟進去蘿蔔湯就好了 而且秋香 老師 你這兩道菜都可以夾剛剛大餅 你知道嗎 對 其實我們剛剛好三個人做的都可以農的 對啊 三個人開一家早餐店還是什麼店 真的 而且它都很香 都很下飯 我覺得這小朋友也都會喜歡吃的口感跟大小 好 那我們同樣的這個時間蘿蔔也煮好了 是 那蘿蔔好的時候我就是現在 我只要把這個隔離 最後再下隔離 隔離丟進去 那因為隔離滾起來就好了 那隔離好的時候 我們再試它的鹹淡度 對 然後再把這個人家不要的芹菜葉子 其實它的養分最豐富 大家都很笨就把它丟掉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最後再丟進去就好了 是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試吃囉 上菜上菜 哇 我們秋香姐姐一個蘿蔔酸吃 真的每一樣都好吃 而且都吃乾麻醬 每一樣味道通通都不一樣 吃起來感覺上不是說吃一個蘿蔔而已 那種感覺 口感很好 它的蘿蔔皮爽脆口感好好吃 對 然後吃這個蝦皮的時候 又有另外蝦皮的鮮味 然後就很有嚼勁 可以一直嚼一直嚼 可是吃豆干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你絕對想像不出來 這兩道菜細出同一根蘿蔔 對 因為蘿蔔梗口感像芹菜 可是它吃完是有一點點嗆辣味 可能蘿蔔流速 它就是那個嗆辣味很吸引人 很下飯 就是有一點點像秋香姐在吃蔥菜那種 嗆辣味 對 它有點蔥菜的 有點像蔥菜豆干的感覺 可是不跟你說破 你也想不出來它是蘿蔔梗 然後整個口感又很好 然後那個很奇怪 那個蝦皮 那個山寨板櫻花蝦草 那個蘿蔔皮的部分 你整個吃起來會覺得 剛入口兩個混合在一起 很像那種材料很實在的港式蘿蔔糕 對 因為它就是那個蝦的香跟蘿蔔的香 然後吃下去 因為它又更好吃 因為它有脆感 對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到它是廢物利用 真的 太厲害了 而且這個劉醫師他真的不是廢物 他真的本來整根蘿蔔 蘿蔔就全身都是飽了 對啊 我們蘿蔔皮來講 其實蘿蔔算是十字花科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植物 那蘿蔔來講 它皮裡面還有很高階的一些 我們這些化素 蘿蔔流素 我們在肝臟解毒裡面來講 很需要一些蘿蔔流素含有化合物 所以其實蘿蔔皮裡面的這個 蘿蔔流素會促進肝臟解毒 我們常常就是說為了省錢 吃東西不均衡和爆肝 其實把蘿蔔入進去是非常好的 那它裡面B還有C都不錯 然後有人說蘿蔔這個也不酸 有沒有維他命C 我說有 它的C是離子的十倍 所以它是維生素C的 那另外來講 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蘿蔔 它有些做個研究發現 我們身體裡面如果抵抗力要好的話 又要叫做干擾素 我們知道有些治療這些什麼肝炎 我們會打一些干擾素 誘發身體的一些媒體系統 那他們有時候把這個蘿蔔流素 它裡面有一種 蘿蔔裡面有一種叫干擾素 誘導劑 它打這個打到身體的時候 它會誘導干擾素出來 結果他們做過研究 這個小老鼠 他們把這個有腫瘤的小老鼠 把蘿蔔泡水之後 把裡面的干擾素 誘導劑萃取出來 注到小老鼠裡面去 後來小老鼠這個身體裡面腫瘤 消失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換句話說 它這個蘿蔔裡面抗癌的成分非常的高 那蘿蔔裡面又有很多的甲 甲我們知道是這個降血壓非常重要的 所以蘿蔔這個保證的太重要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秋香姐 也把這個蘿蔔裡面入在菜皮 真的不要隨便丟掉 它營養素非常豐富 而且我們秋香姐 另外這個蘿蔔蛤蜊湯也鮮甜好喝 對 因為現在蘿蔔很甜 那其實像我剛剛用那個蘿蔔的梗子去炒嘛 那其實像那個大頭菜 大頭菜上面不是也有一些 大頭菜還比那個 類似葉梗這樣 對 它會炒起來 還會比蘿蔔的梗子更嫩 哦 真的 所以大頭菜也可以吃甘麻鏡 對 它就比較像那個 像那個芥蘭菜的口感 那它的那個外皮的話 外皮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熬湯的時候 那它真的會有那個 貢獻給你的湯一個甜味 嗯 那我們秋香姐姐的 一根蘿蔔蘿蔔三吃 到底要多少錢啊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我今天買的蘿蔔呢 其實因為那天先開菜單的時候 是算是30塊 可是我今天買的蘿蔔是25塊 所以我在豆干裡面 我就多加了一塊豆干 就變10塊錢的豆干 那蛤蜊呢就是30塊錢 那櫻花香因為它是山寨版的 所以只要5塊一年 它很輕 非常的輕 對 那青蒜苗就比較貴 因為現在的蒜苗比較貴 對 因為我買的 我買的材料都會比較好 所以比較貴 如果說你可能買的3塊錢 也說不定 那另外香香料 你看我多麼老實啊 我那個蔥薑蒜都算了 3塊錢 所以呢 總共算起來 一個人一道菜就是2個 28塊 哦 贊菜費 那它那個不是百元色草 才28塊 所以這三道菜是不到100塊 對 80塊 而且它的瓦斯費更省 因為它三個都好快 真的 所以今天真的省錢又健康 不過劉醫師最後 要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鈴 對 我們在這個省經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三位專家 我特別注意營養的問題 結果他們雖然是錢省 可是營養沒有省 對 我們特別注意一下 在外食有時候為了省錢之後 常常那個醬料 鹽 油 糖 又能亂七八糟 還有人就為了吃 說我為了省錢 我東西點得少 我醬料加特別多 對 那老闆免費的提供一下 那完蛋了 裡面的糖 鹽全部下去了 第二個來講我們在省這個錢過程當中 特別要注意到 我們蛋白質攝取要足夠 然後我們盡量的 纖維質攝取要足夠 如果蛋白質攝取不夠 纖維質攝取不夠的話 你再怎麼省錢到最後 是對身體是不好的 就像剛剛蘇婷講過的 我們在醫院看到一些病人 他是營養不良的 營養不良造成肥胖 或營養不良造成肥腦瘦 或者肝臟劑能不好 所以我在省錢過程當中 還是注意到我們三人養素的攝取 特別重要 好 謝謝劉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省錢又健康 各式各樣的健康生活的應用 這些省錢又健康的應用廟方 真的都值得學 那相關的食譜 我們也都會PO在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囉 掰掰 謝謝 太厲害了